原来狐狸真的会报恩,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,大爷发现了一只被鱼网紧紧缠住的狐狸,就在它即将陷入绝望之际,大爷伸出了援助之手,只见它拿着一把剪刀,谨慎地剪断着小狐狸身上的鱼网,在整个救援的过程中,小狐狸表现得异常顺从,仿佛知道大爷是在解救它。 更神奇的是,脱困后的小狐狸并没有立即离开,而是充满感激地注视着大爷,大家原本以为以后都不会再见到他了,然而,狐狸接下来的行为震惊了所有人,他竟然奇迹般地找到了大爷的家,我们都知道,狐狸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,显然这只小狐狸是属于前者,在大爷的院子里,小狐狸不停地四处嗅它,好像是在寻找大爷的踪迹,发现异常后的大爷胆紧从里面走了出来, 并一眼认出了小狐狸,大爷很惊讶小狐狸是怎样找到他的,不过他更开心能够再次见到小狐狸,大爷赶紧拿来食物好好招待这位特殊的客人,起初小狐狸还是比较警惕,远远地站在一边,可就在大爷向他伸手的那一瞬间,小狐狸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,并轻轻地亲吻大爷的手,众所周知,狐狸向来生性警惕,从不主动靠近人类,显然这只小狐狸已经信任了大爷, 这种快速的信任感在动物与人类之间是非常罕见的,足以看出大爷的善良已经对狐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大爷在放置食物后,慎重其事地走开了,以确保不对小狐狸的进食造成干扰,在这宁静的环境中,碗中的食物很快就被小狐狸吃完了,随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,自从这以后,小狐狸和大爷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, 现在,小狐狸每天都会上门来找他,而大爷则会精心地给他准备好食物,初次见到鸡蛋时,小狐狸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,因此不敢食用,然而,他深知大爷是出于善意,于是小心翼翼地叼起鸡蛋,满心欢喜地离开,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狐狸越来越习惯于来到家里找大爷,这次见到鸡蛋时,他明显轻车熟漏了许多,但又担心自己的牙齿会伤到大爷,所以每次接食物都谨小甚微,显然他对大爷的善意和关爱深感胆激,看到小狐狸如此懂事,大爷宠溺地用鸡腿投喂给他补充营养,时间就这样过了两个月,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,自从七年前妻子离世以后,大爷一直独居至今,非常的孤独,所以大爷每天 都会满怀期待地准备食物,等待着那个机智灵巧的生物出现,小狐狸的陪伴已经深深融入了大爷的生活,成为了他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在这段朝夕相伴的日子里,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,每当大爷在厨房忙碌时,小狐狸总会悄悄地来到厨房门口,好奇地注视着大爷烹制美食,大爷看到小狐狸时,总会微笑地给他一块鲜美的肉,小狐狸接过食物后,并不会 立即离去,而是开心地叼着食物走到客厅,安安静静地享受美食,这种情景让大爷深感欣慰,因为小狐狸已经把这里视为自己的家了,为了给小狐狸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,大爷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温暖的睡窝,每当大爷拍摄时,小狐狸也非常配合,一边享受美食,一边对着镜头展示他的可爱,这种和谐的画面让大爷感到非常开心,他觉得这只乖巧的狐狸就像他的家人一样,因为他不仅能带给他一块鲜美的家人,他觉得这只乖巧的狐狸就像他的家人一样 对他欢乐和陪伴,还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温馨和乐趣,这只小狐狸一直跟随在小姐姐身后,任凭小姐姐怎么甩都甩不掉他,似乎在恳求着不要丢下自己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原来今天小姐姐带着狗狗外出游玩,突然狗狗神色匆匆朝他跑来,行为异常似乎是发现了什么,于是小姐姐决定跟上去一探究竟,果然在不远处发现一只狐狸宝宝,此时他被鱼网缠住蹲在深坑里无法脱困,不断发出凄惨的叫声希望有人能 救救他,然而在四周围并没发现狐狸妈妈的身影,小姐姐心生怜悯决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,小狐狸仰躺着乖乖配合着救助,很快小姐姐便将他从渔网之中解救出来,小小的他跟只小狗似的特别可爱,小姐姐决定就把他放在原地,希望狐狸妈妈能回来带他回家,可万万没想到的是,小姐姐前脚刚准备离开,这只小狐狸竟然屁颠屁颠跟了上来,任凭小姐姐怎么甩都甩不掉,似乎是在请求小姐姐带自己一起走,或许他也明白一� 但失去这个机会的话,自己很可能就要面临死亡,望着这个可怜巴巴的小可爱,最终小姐姐的心还是软了下来,他无法将小狐狸独自留在这里面临未知的危险,于是拿来破旧的衣服将他包裹住,因为此时正直寒冷的冬天,小狐狸被冻得身体止不住的颤抖,在小姐姐的怀抱中,小家伙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温暖与爱,没一会儿就在怀中沉沉睡去,随后小姐姐带他去了附近的宠物医院,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,由于不知道小狐狸究竟饿了多久, 于是小姐姐用针筒给他喂了一管营养液,做完一切后小姐姐便将他带了回家,并为他准备了干净的水和新鲜的食物,看到美味的食物后,小狐狸再也无法压抑激动的情绪,迅速凑到碗边狼吞虎咽大口吃了起来,看样子真的是饿坏了,吃饱喝足后小姐姐便准备给他洗个澡,等水完全打湿了他的毛发后,小姐姐才发现小狐狸身上爬满了蜜蜜麻麻的狮子,这一幕看得让人心疼不已,显然这个小家伙已经失去妈妈很多天了,因为如果 有妈妈在身边的话,绝对不可能任由这么多跳蚤欺负自己的孩子,小姐姐细心的帮他洗干净身体的每一个角落,微柔的用毛巾帮他擦干湿漉漉的毛发,随着吹风机慢慢将小狐狸的毛发吹干,小家伙的毛发膨胀起来更加的可爱了,很快两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,在小姐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下,当初的小狐狸也强大有了狐狸的样子,变成了一只活泼好动的小可爱,并且非常的喜欢小姐姐,每天寸步步离根的小姐姐撒娇卖萌,时时刻刻都想要粘 在主人身边,即便小姐姐带他去野外玩耍,小狐狸也不会放飞天性四处乱跑,而是老实乖巧地跟在主人左右,一旦有陌生人靠近,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躲在小姐姐身后,小姐姐也曾想过将他放归野外,但他很明显已经失去了独自生存的能力,放归野外虽然自由但风险实在太大,而且小狐狸被家养也不会改到负担,因为家里还有一只和他一般大小的狗狗,如果那天不是这只小狗及时发现他,并去找来小姐姐救助,或许已经没有现在的他了,如今小狐狸把狗狗当成了 最好的朋友,每天除了黏在主人身边,最喜欢的就是和狗狗一起玩耍,两小只之间每天都亲密无间,成为了彼此最好的玩伴,他们打闹累了还会相互依偎在一起睡觉,都说狐狸天生警惕不喜欢接近他人,但他们也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,只要你对他有所善意,他就会一直铭记于心,并且会选择没有任何保留的信任,不得不敢怕,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啊 明明孩子就在眼前,狐狸妈妈却丝毫不敢靠近,还不停地在地上跑土,做着一系列奇怪的举动,这是怎么回事呢?原来就在不久前,狐狸妈妈产下了人生的第一胎,然而却选错了地址,将幼崽生在了人类的房屋下,但不幸被无主发现了 于是大叔拿来了工具,果断地将木板撬开,打算把它们全部清理出来,在大叔的一番操作下,第一只幼崽很快就被取了出来 模样长得十分可爱,看样子应该还不到半个月,根据常识,大叔断定里面肯定不止一只,通常狐狸怀孕两个月就可以生下一胎,一胎一般是五到八只 果然,在大叔的搜寻下,很快就取出了七只幼崽,然而大叔并没有把他们送人,而是把幼崽装进了箱子,放在了狐狸妈妈的必经路上,希望狐狸妈妈能够带走他们 然而大叔刚才所做的一切,都被提前回来的狐狸妈妈看在眼里,狐狸向来生性警惕,智商又极高,误以为这是人类的陷阱,想利用自己的孩子来抓捕他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,狐狸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,却丝毫不敢靠近,只能不停地在地上刨土,向前几步,又退后几步,不断地来回试探 看得出狐狸妈妈真的很着急,这短短的半里路,都快要被他刨平了,小编大胆猜测,估计是箱子上面带有盖子 狐狸妈妈担心自己一上前,就会被盖子关在里面,尽管这样,狐狸妈妈始终没有放弃,还是在不停地试探 最终,他还是鼓起了勇气,即使知道这是陷阱,他还是选择搏一下,以最快的速度,调出一只幼崽,稍微调整一下姿势,便快速地将幼崽进行转移 跟着镜头,发现他叼着幼崽,穿过了一条大马路,看来狐狸妈妈是找到了新的家 安顿好第一只幼崽后,狐狸妈妈又迅速地回来了,但他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,或许有了之前的经验 这次狐狸妈妈没有犹豫,快速地叼起一只,又迅速地进行了转移 紧接着就是第三只,狐狸妈妈不停地来回转移,为了孩子的安全,狐狸妈妈真是操碎了心 不得不说,母爱真是太伟大了,如果你还在视频中,不妨点个小爱心,留下一句母子平安,为他们送上最美好的住处 就这样,狐狸妈妈来来回回跑了七趟,终于将幼崽全部安全转移 然而没想到的是,狐狸妈妈竟又回来了,她再次趴在箱子边缘,仔细检查里面是否还有孩子遗落 反复确认后,她又在周边检查了一番,最终确认,孩子都已经全部转移,才放心地离开 不得不说,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最当然,还再回想,办事常的自己 друг処方